在中部地区,从军中退役下来的军官,有830多人报名参加了这次特种考试。 在考场外面,大家都细心做考试前的准备,一点也不敢马虎。 演示委员张光亚、赖顺生、监视委员黄真秋以及辅导会副秘书长黄蒂斋、考区主任袁博奇都在考场巡视。 这些从军中退役的优秀军官,在考试合格之后,就可以依照他们报考的职内辅导就业。